现在哪里去找这个学生 如果学生提个问题问过 我要是半个钟点不答复 他就应走了 听都不听了 我当年学府 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 张家大使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 这个朋友在满清时候 他是亲王 明亲王 清朝亡国了 他也变成平民了 我们才有语言认识 他是张家和佛的弟子 我刚刚接触佛法 在那里看经 他看到了 他说你看能不能了解 我说不行 这个意思参不透 就是要不要找一个老师指点指点 我说谁啊 这是张家大使 我说好啊 我也不知道张家大使是谁 因为他地方好意嘛 我说好啊 那有人指点也太好了 就带我去见 我跟大使 第一句话向他请教 方老师把佛经介绍给我 我知道佛法的好处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去入 我提出一个这么一个问题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 他说了一个字 有 我等了半个多钟点 他等出一个字 有 他精神就振作起来了 他又不说话了 这又等了差不多六七分钟 跟我说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这个老人这些方法 我们感到很惊讶了 这么简单 为什么 我一问你应该就答了 为什么要等半个钟点 才答复复 我大概到十几二十年之后 才恍然到 那个时候年轻 一定心浮气躁 所以老师看着我 让我把整个妄念放下了 居精会神 用清静心来听他教会 可他是个友 我的精神也整不又浮躁了 所以还得按一下 使我想到古人教学 那个味道 我那一天才尝到一点边缘 简语非常简单 他说的没错 我们从那时候开始 在经教里面 学到今天 59年了 讲经也讲了52年了 明白了 所以现在人学东西 学不好 当然了 心浮气躁 那比我差远了 他是不会学到东西 我那个时候觉得 我已经不错了 可是在张家大师 已经不行 不够格 还得跟他做半个钟点 他老人家 才开尽口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学生 如果学生 提个问题问过 我要是半个钟点 不答复 他才丢走了 听都不听 我还不错了 我还真能等 古人教学 这个传达的话 跟现在人不一样 他真有东西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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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